今次介紹這條紅三魚 煎鋒紅三魚 紅三魚回來就 撿一撿魚鱗 洗乾淨 最重要洗乾淨中間有脊骨的血 因為這條魚是 看它怎麼死 這條魚是 掙扎死的,所以脊骨有很多血 因為它放不到血 這隻鵝是這樣開的 看到嗎? 中菜佬那隻鵝是這樣開的 這條魚沒有摺得這麼肉酸 如果我做中廚的時候 廚房都叫中菜佬 油雞叫油雞佬 點心叫點心佬 我們叫中菜佬 這條魚摺得很漂亮 那裡的蟑螂很乾淨 那裡的大酒艇 不是那些垃圾酒樓 有些酒家很骯髒的 那些不說 燒熱的鵝 有這麼熱 燒這麼熱 盡熱 就給多一點油 不要太少油 煎不到 你把一隻不是熱潔拼 那裡的 把這條魚放進去 這條魚回來洗乾淨 灑一點鹽花 等它 一頭半個小時 再吸一吸水 然後再煎 我只是做豆腐湯 很無聊 像牛奶一樣 這些九棍魚 街市買的很便宜 12元一斤 不如回來自己煎 很新鮮 說回這條紅衫魚 通常我先煎一邊 趁鵝還熱的時候 開到很大火 最大火 趁鵝還有熱力 熱力還沒煎 就反過來煎 如果在酒樓當然不用 一彈開那個爐頭 火大我十幾二十倍 在這裏煎 慢慢煎 然後轉過去給你看 廚房的一筆味精 是要彈下去的 用手指 用蘭花手遮蓋 不讓人看 像師傅這樣教 後面的小孩子打開 在家夾我們給味精 我們可以添一半第一半 在爐頭上 譬如下半茶匙 糖的 我們就塗一斤下去 把半斤掉到爐頭上 塗的時候給你看 彈下去的時候 一邊滑下去 師傅教的 蘭花手遮蓋 那時候很多人偷試 那時候有些師兄 有些師傅 去深圳灣大酒店 開檔 不讓大學生學 要遮蓋 學了要趕你走 就是要趕你走 有些人過日本 都是這樣的 不能讓人學完 那些東西 要慢慢 不然現在不一樣 我煎到五湯 在蛋糕上很無聊 我不會再教大家做蛋糕 我再教我自己 不要再教 不會再在這補 我再教我自己的中菜 或者半桶水 半途出家的西餐 煎到五湯 再拌一片薑 披一聲 你可以搓一些胡椒粉 煎到頭 煎到尾 鑊 那塊是不鏽鋼板 首先 我要多謝 新田地家 和阿妖妓 阿妖妓 零元 給我 幫我自己裝 把釘膠自己裝 因為我朋友那次去 茶餐廳開檔 然後 然後 拌了一塊板 一路在這裏煎 先說一條魚 其實這條魚煎了十多分鐘 那我現在 就用乘二速度 給大家看 現在畫了三分 我想由頭到尾給大家看 慢慢煎 用中細火煎 油這樣 在這裏 那裏 這條魚最好戒 它幾多 對 講漏了 這條魚最好戒幾多 很無聊 那這隻鑊 就 做了一點時間 講講這隻鑊 那隻鑊 就好像 我們沙著拳頭這樣開 那通常 一般酒樓四斤幾 四斤八 還是四斤十二 我忘記了 四斤十二兩 一般茶餐廳的三斤幾 有些三斤六 三斤幾 我忘記了 我試了一間最重的 炒五斤幾 就是在北角 叫北湖海鮮酒家 那時候已經是九十年代初 炒了江南海一百元 一天人工都沒有 很多人 那些傻的 那些人還問我江南海怎麼炒 我心想 我也炒到害怕 江南海我炒到害怕 有些人吹風筒 在家裡 那這樣煎 煎 煎 煎到又大又小 你看 又大火又小火 煎 煎頭 煎尾尾 搖來搖去這隻鑊 我 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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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把魚的油漏出來 它會慢慢降下來 我的錄音又來了 這條魚很油 現在差不多了 首先多謝大家收看 有人說我的聲音好像這樣 因為我弄好所有東西在房間錄音 都這麼吵 洗乾淨的鑊 再煮豉油給大家看 就這樣用生抽 給些砂糖 大約一兩茶 一兩茶匙 煮溶了 一定要滾回 不滾不可以 滾起才會香 然後我來蘸一條魚吃 再淋一點油在魚上 淋一點熟油在魚上 我當然不淋 多謝大家收看 多謝 多謝 三眼粉絲